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重庆市在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 引发了强烈反弹 当局在压力之下一再地改口 先是称是记者理解错误 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 这不是政审 而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 福建教育考试院在11月9号直接发布公告 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 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 谁有资格来判定考生的思想政治有问题 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 公平吗 有评论说高考政审这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 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 政审从来就没有停过 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通过电话连线 从北京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 那么现在第二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通过skype连线 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 长平先生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好长平先生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 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先生 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您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让长平先生很快的能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特别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可能都有经过这个政审的这个相关的经历 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网上聊天室来提出您的看法 或提出您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就先请吴哥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呢 引爆了这场高考政审争议的 我们看到就是11月6号重庆日报的这篇报道 在报道里面他说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 而政审不合格者就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另外呢什么是属于政审不合格 报道里面也提到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道德品质恶劣 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 政审它到底是审什么 什么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是这样的政审呢 在文革中间呢 当然是一直就有 这个我们以后下面还可以谈 但是呢 在现在 我想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 实际上呢 这样停下了政审过后呢 在中国现在的报道里面 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呢 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 有大量的谈通的教育 而且很多人也是现在经历的 所以实际上 中国教育界 当然现在是在严重作转 但是呢 在这个领域呢 暂时还是 断过得去 就是说大家今天有社会共识 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 学生的前程 也就是说 现在的高考的话 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 出台或者落实之前 还是采取的就是 普遍的 并没有一个政策 只有特殊专业 才会政策 特殊专业的专业就是 军校警察的学校 或者是一些保密的 基要的这些学校 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 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 比如说要审 就是要审你的这个 政治表现啊 或者是言论 其实重点还是 跟你的社会关系 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 这些 因为这个可能会有害 这种特殊专业呢 也会有关于保密啊 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 但是呢 在普通学生中间呢 并不是说 他对这样政治他就不管 他还是有这么 三官 就是说 你的这样政策 会有一个 这是一门课 这个会考试的 然后你还有一个 高清分 就对你平时的这个 道德这个方面 有一个评价 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受到的 纪律处分 这个也是会影响 这些前程 但是呢 即使是这三官 也是采取的 就是说能够把学生 放过去就放过去 尽量不要去耽误他 比如说 一个典型的政策 普遍的政策 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 这个处分 它是在你毕业之前 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 而且呢 这个时候 你是在高考之前 还有一个关口 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两件事情 是合并一起考虑的 就是这些事情 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 然后呢 你高考呢 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像资料品的考试 实际上现在 大家都知道是走过长 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 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 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 基本上都能够过关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都突然出现 现在这么一种 重新提振审的 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是 我们现在欢迎长平先生 长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 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 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长平先生 长平先生可以听得到 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我能听到 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 可能要请长平先生 您对话筒再近一点 稍微您的声音 有点感觉很遥远 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对对对 好的 是 是的 对没有问题没关系 那么很高兴您 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那么长平先生 刚刚我们听了 吴哥先生的简单的分析 谈到了这个 现在最新宣布的这个高考政审 先来谈谈您对于这个高考政审 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自己本身 有没有经历过政审的经验呢 高考政审呢 提供引起很大的这个话题 但实际上呢 这一次的政审和文革政审 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文革政审 它的确是有具体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去查这个 最具体的就是 这个去查家庭成分 还要 有些比较严重的 可能还派工作组 他会写出具体的材料 会有些具体的标准 这次政审 很大程度上 它就是这个一个要求 而且这个要求呢 就是一个核心呢 是不要违对 最下基本原则 而最下基本原则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浓土的 甚至是一个非常虚假的 基本原则 最下基本原则 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 专政 坚持马来主义 毛泽东 这三条其实都 都是非常迷惑 这经常的情况下 都不存在的 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核心 但是就对象来说 套到高考这个政策下 是非常的笼统的 没法承行的 那它会导致 这个本查的 这个自由裁量权的 无限的扩大 可能有人举到 你背后说什么话 可能也会成为 一个黑材料 或者是老师认为你 怎么可能也会成为黑材料 但是从新闻的场合上 我认为 它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所以这次它主要是个 在目前 或者说从2012年 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个政治审查 和这个言论管控 极致地取景的 这个背景下的一种 议论风波 是 陈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 您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很笼统 具体能如何执行 还值得存疑 那么现在这个高考政审 当然我们知道 重庆日报在报道之后 重庆当局先说 这是记者的理解错误 后来又说这不是政审 这是思想政治道德的一种考核 这种所谓思想政治道德考核 这个做法是重庆首创的嘛 那么这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他又有多大的关联性 各方其实都有一些猜测 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材料证明 他和陈明尔的具体的关系 但我可以说在重庆 从薄熙来以来 甚至在可以上述到薄熙来以前 这个汪洋开始 就比较 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 薄熙来以来之后 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 大家知道孙政材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结果这瞬间倒塌了 那一定程度上 这些官员也是如履薄冰的 他们要表现忠心 要表现忠心 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 那孙政材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 和薄熙来的关系 还切割的不清楚 甚至说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 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政治表态 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的比其他审市更极端 这是有可能的 这种存在 这种态度是可能的 好的 那么吴哥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 这个政治审查制度 对我来说 这个从台湾出来的这些朋友人士来说 这个政治审查制度 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有人说它就是中共所特别研发的一种血统论 一种敌对论 一种阶级斗争论 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政治审查 那么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 现在政治审查这样的一个名称 又重新的浮上台面 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认为是文革的再来 您的看法呢 您觉得这样的忧虑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 因为但是那确实我们要看到 这一次就是说想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 这种势力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 其实我从它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 它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 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 其实这就说明他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 但是你看试探以后 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 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 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 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 这个改口当然都显得很虚伪了 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 效果不佳了以后呢 其实也就是一时没有预案的 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 所以反应也比较混乱 当然后面福建又有 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 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 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 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 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当然这个里头 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正式这么一个事 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 尤其就是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 那文革能不能再来 那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讨论的 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 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 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 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 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 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 他非常想做 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可以不断地去 就是不停地下折腾 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 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 好多措施 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 就是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 但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 那也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像文革那样 比如说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 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 到就是说被每个人人身控制 坚实相互保密 反正整个就是说彻底地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 但那个状态呢 大家也都感觉是一个难度的 所以你最后就看 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 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 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 这个文革呢 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 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 就是准文革或者银亚文革 就是说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 因为当年文革本身 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 也是一个石板 因为并没有达到它的那些目标 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 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 你就像好像它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 就能够实现什么 但是呢 这种东西现在呢 就更加混乱了 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 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难途 就是说我通过是 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 我到底要做到什么 你都看不清楚 只看出一个呢 就是说对巩固权力 这肯定是必须的 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 用这么混乱的方法 到底能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它们也不清楚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方法 很多的观众朋友 当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那么也表达了他们的质疑 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呢 我们在这两天就特别针对 这个高考政审的议题 我们进行了一番网上的民调 那么根据我们的民调结果 我们发现了有高达92%的读者表示呢 他们反对政审 反对中共以权谋私 滥用公器 那么只有3%的网友呢 是说他们是支持的 因为中共领导的学校 是不应该去培养反共青年 另外呢 还有5%的人说 他们赞成的是品德考核 但反对的是思想政治的考核 那么观众朋友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现在在网络聊天室里面 已经有不少的意见涌进来 我们就先来看看 第一位 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 中共独裁体制最想进行的 就是搞思想统治 政审就是他们擅长 而且驾轻就熟的方法之一 习近平要搞一尊 就必须搞一个领袖 一个思想的新纳粹体制 从不许妄议到实行封建 学统论时的政审 直到到大学抓捕学生 其实都是反映中共内心恐惧 因为没有选举 得不到人民承认 中共不得不为其不合法地位 来做各种遮掩的卑劣做法 还有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SZ的 这位网友他说 高考正审 仿佛使人又回到令人恐怖的文革年代 我有一个邻居 每次填写家庭出身时 总是哭着不肯写 因为他父亲是右派 现在口口声声喊新时代的人 又要复辟回到文革旧时代 不仅使人厌恶 更使人不屑 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了 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都发生极大的变化 靠过去的正审方法根本无法判断 谁是接班人 谁是掘墓人 正审无非是平天笑柄而已 另外这位署名杰瑞米科兵的网友 他说别指望习近平会开放中国民主 中共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的事情 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部长 或者地方教育局长就可以擅自决定的 没有习近平的默许 中国不可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明显是在让中国社会的反制 倾向越来越严重 根本不是在开启民智 在走向民主 那么即使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想先请这个长平仙人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这与文革时期的政审 可能也有相当的不同 那么如果是有不同的话 您觉得现阶段 重庆跟福建所提的这种所谓的高考政审方式 他会如何的来演变和发展 刚刚吴歌先生已经稍微提了他的看法 那么我想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很同意 这些文革中的很一模一样的文革 我是不可能重复的 人们有些说过多的把焦点放到 就去看一模一样的文革回来了 都要看一种定义文革 如果文革是指有一个政治管控 这个无限的或者是相当同意的 这个理求个人通道 这个比较全面的理性操控 以及这个思想政治检查 那我从这个印象说 您的文革从来没有完全离开中国 他说没有走 他一直都照着 是 长平先生对不起 长平先生对不起 我在这打断您一下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您的电话是开放着这个扩音器吗 还是您是对着电话的 因为您的声音似乎不是很清楚 我能不能请您 对着手机的 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 好 请您继续 抱歉 那我拿着这个话筒近一点 那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 如果文革是指一党专政 领袖个人同伴 全面的言论控制 这个民粹操控 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 以及这个思想政策 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这也是我对这个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我看有些讨论 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宏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 但是我注意到孙宏教授的一个展览 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 因为十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 改革开放研讨会 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 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 这个看法是一个 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 就是改革大功告成 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 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 但是前进可期 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 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 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回忆 或者分析关照 就是在二十年前 总会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马逛这么工作 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创 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四个词 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 我们就思想解放二十周年 为什么呢 就是改革开放 他从来就没有落实的 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 前面就有一位学者 学来天晚上还说邓小平 临终的时候 他的政治一言 是说他最大的成绩 不是经济开放 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 没有经认别人那样 把政治也开放 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 这个我不能证实 他的民众的这个对话 但是呢 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 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 是成立的 所以改革一直有 只是一部分的赵紫阳在文艺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 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 一部分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是没有 只是行政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 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 那他的开放也是部分开放 这个意思是说文革 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两个开放 其实它是大打折扣的 文革一直在那里 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的意思 是回到文革 回到毛时代 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好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 继续来讨论就是这一次的高考政审制度 也有很多人提出它的影响性 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 在网路上有一篇署名叫 《红辅女》所撰写的 政审你大爷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最近呢就在网上被疯传 那么当然了也被当局迅速的进行秒删 那么在这里文章里面 他首先就质问了 他说大学是你家开的嘛 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 公立的意思是什么 是花纳税人的钱办教育 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 我们道德品质恶劣 不要我们的肮脏钱 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 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 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 我想请吴哥先人来谈谈您怎么看 确实很多人说 在中国高考本身就是一个 让很多的底层民众的儿女 能够有一个获得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高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关了 那么现在还要再加上 政审这一关公平吗 吴哥先人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不公平 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 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 他提到一个公立大学 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 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 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币 这么说 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 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 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 而且现在整体上 国家体制党国议体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 是纳税的这个道理 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 从来也没承认过 你像以前文革那种 枪毙了你他也可以跟你要子弹费 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 但是这次证实 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会发现他里头 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 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 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 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 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正名 那实际上你又可以拆两考试 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他们的一种深意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 要把你挡在外面 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 想培养循服的顺民 比如说你如果愿意屈服 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 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 这些东西 但是你愿意屈服 你愿意顺从他 那也是好事 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一马 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 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 有人注意到了 就是说他对那个反对什么 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 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 可以认识错误 宰载政的范围之类 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 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 你什么都好办 是这一点我想继续 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很多人也说 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 审的其实不是学生 审的是学生的家长 审的是他的家族 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高考是被很多的底层民众 认为是他们的儿女 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的 一条最快的一个渠道 也是一个可以提供改变的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这个政审 等于是掐住了 他们的一个紧箍 让他们的家人都不敢 都必须要做刚刚这个 吴哥先生所说的 这个巡浮的顺民 我们看到了 这种所谓的政审 其实不仅仅是高考 甚至幼儿园就开始 我们看到中国维权律师 王全璋的儿子 被拒绝入学 还有几年前 安徽异议人士张玲的女儿 张安妮 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张安妮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 才得以继续她的学业 所以她是用政审 在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 进一步来控制 所有公民的这种思想 那么我想 张平先生 您是不是能谈谈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是的 政审它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免住 它是省家庭背景 到现在也包含这个意思 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 其实在中国 甚至它正常写在那里的 这个法律条款 它都可以用于联作亲属 所以它是没有法律的 这个它是用来 也是确实也是威胁这个亲属 就培养顺民 这个政审 刚才你也提到 那些网民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公民 或者说纳税人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年以来 中国人的反抗 大家觉得这是 或者说是一种策略 实际上 这个执政党从来 就没有买这种策略的账 或者说他们也没有 就没有给这种策略 以任何空间 他们也不远是 那习近平的 以前在习近平前两任领导人 前两任领导人期间 他们是有所掩饰的 因为当时受国际压力很大 他们要装折于国际接轨 所以要搞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 这是两个招牌 但是习近平上最后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他取消了 或者说进一步的压缩了这个空间 就是我打压维权律师 不相信你那套法律话语 还有以前人们会打着 一个维权也好 一个华力保抗议也好 还是大到六四抗议也好 大家会用 比如说用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前提 或者是地方政府搞乱 中央政府不是这个意思 来作为一个前提 或者说是学校是公立的 好像假设他们是假道理的 假设他们是认诺的 这种策略 现在的很大的变化 就是人家人在坚持 但官方越来越不耐烦 就是我找到跟你 就是原来你认为我在伪装 现在我进一步的失控这个人 变恐 对 失下这个变纱 好的 这个在政省这个题上 他也有这个意思 也有这层意思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对 因为以前是毁避用文革词的 现在他不毁避也有这个意义 好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宣和景行的 这位网友 他说习大帝的倒行逆施 开历史倒车 会遭到多数有思想的 老百姓的抵制和反对 还有这位STGY007的网友 他说没有经历文革 或者不了解文革 就不知道红色恐怖 有多么的黑暗 多么的邪恶 高考恢复政审 是社会全面收紧 一步步回归文革前奏 任何有一点点良知的人 都会反对这种迫害人权的政审制度 还有这位署名叫飞雪的网友 他说政审是毛时代的产物 那时文化水平不重要 重要的是忠于党 习近平又要走毛时代的路了 违背了邓小平的遗愿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才能接任国家主席 而这位署名叫玉璽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 政审不是文革 是文革其中的一部分 是文革党社会的一部分 现在恢复政审 只能说明共产党 在往文革方向前进 另外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 他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 就有政审的制度 只是当时的环境需要大批 经济建设人才 所以将政审放在一边 但是如今中共认为 现在中国的人才已经足够 重启政审制度 加强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 思想控制和改造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哥先生 吴哥先生我们知道 实际上过去几年来 或者我们就说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看到了陆陆续续有不少中国的高校教师们 因言获罪的案例非常之多 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教授 山东工商学院的李莫海教授 原重庆师范大学的谭松副教授 另外还有今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女教授 翟菊红 他因为批评修宪被解除了教师资格 最新的一起是在上个月10月12号 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赵思远 为什么呢 他因为在迎新致辞里面 呼吁学生发挥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发展独立人格 结果遭到了严重警告处分 我想请我们的吴哥先生谈一谈 在这种所谓的大学因言获罪案例 不断层出不穷 高考政审这样的一个制度 一旦落实到各个大学校园里面 通过政审的这些学生 他们未来在大学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这个政审和现在高校里头 已经出现了这些极左的现象 它本身是并行不备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学校党委控制 然后学生组织的强化 然后包括洗脑和五毛这些 他是在培养合格的奴才 但是政审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一套措施 想追求的效果再要前置了一步 就是说到高考的那个进大学的关口 就先要筛选一遍 而且这个筛选的目前看来悬念还比较大 因为就是要看他们自己到底想 是不是普遍的强化 这倒不是说全国普遍推行 这只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关键是他这个政审的范围 现在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他现在试探的这几个说法本身 他都是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甚至不叫立法 就是所谓的很多这些制度 他本身都要用一个很大的框子 他这个框子里头什么都能装 所以有时候哪怕就说他不跟你说政审 他用资料品德 那也能什么都装进去的 其实他是可以把他的很多政治意图 贯彻在里头的 比如说这种随意性 比如说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宪法的基本权力 但是他随便附加一个条件 而且这个条件没有边 那你这个基本权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现在其实现在倒不光是说 他现在已经公布的说这几个方面 因为你毕竟像是摄像基本原则那些什么 你可以装啊对吧 你只要把那条文备好了 你可以写什么材料都可以写 但是问题是主要是怕的 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像文革时候的 一定程度的是回到文革的那种 就是说审这个家庭的背景 父母的那种历史和社会关系 而且这些里头 尤其是父母现在很多作为 他本身他是跟自己权益有关系的 那这些权益就在党看来是非常不爽的 那比如你有上访啊 有宗教的一些什么问题啊 甚至你可能有个人私德的问题 比如你嫖娼啊什么之类的 他这些他都可能作为 把你打入令车 作为你施衣的另一个阶级 然后把这些给你打上一个标签烙印以后 那影响你的子女 这个现象本来是改革开放过后 已经就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如果这么恢复的话 那恐怕是倒是极左的这个势力 倒是非常想看到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又可以 使整个社会条件发生一些演变 这样更有利于就是说来搞文革的时候的一些那种极左的措施 所以现在这个方面暂时还看不到他会走到多远 但是这个东西他空间确实非常大 因为这样对于全民带来的这种焦虑和恐慌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也因为这个空间大 我继续想请教长平先生 现在也有人担心另一个可能性或另一个影响 那就是一些腐败的情况可能发生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审 这个很有可能是主管你政审条件的这个人 他有权利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人生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演变成 政治审查会成为某些特定人士 或者是教育官员收贿受贿的一个新的渠道 让教育产业化了 我不知道长平先生 能不能利用一分半左右的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 这个腐败的根本就是这个权利的滥用 那有没有政审 腐败都是会发生的 那政审的话就是多了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想再谈一下这个文革的问题 反正里面我们去读着对文革的反思 会选择其进行才到处 我想谈到的是 其实这些反思很大可能都是没有反思的结果 其实这句话语都是 对小平找的那个1981年找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公司的权益 那这个稳健定义了中国人到这样一段为止 对文革的这个述述和反思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没有反思的一个结构 我应该这些事情 它本身应该有一个社会重新正义 对这样一个方向的反思和检讨 但是呢 那个反思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不反思真正的原因 夸大于其他的结果 把结果作为原因 比如说大自豹 和卫兵 上线上线 就包括政审 我们喜欢拿这些结果来 把它动作为一个本身 它只是一个现象 所以这样的反思到现在 所谓的反思 包括一些看起来很深刻的 比如说这个 我一个最典型的一些文学 或者电影作品 然后还在会运动 比如说那个浮动阵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 封死打了 好 运动了运动了 这些都是 都是在这个 这个没有反思的情况下 被这个党控制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网站上 这位署名叫Andy Key的 这位网友Andy Key 他说政审是整人的工具 被民政言顺用来整治民众 培养党语 普通人若想上位的话 就往往不得不用丢人格 无廉耻 媚良心的言行 去积极表现 已是效忠才能通过政审 这一关 反政审就是保人格 懂廉耻 讲良心 还有这位署名叫XX的 这位网友 他说道 只不过是把政审 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纸而已 难道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就不是政审了吗 而这位署名叫 Jason Shaw的这位网友 他说 只不过现在是重提 是谁呢 扔出来是谁 搞阶级斗争 外部敌人又找不到了 只能再继续抓5%的阶级敌人 内斗 来消耗民众反抗的精神和力量 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 WFWFWF的这位网友 他说 所谓政审就是错误的政策 学生的世界观 在高考年龄段不可能确定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 才逐渐形成 政审就是审父母等亲人 是一种连作 这样做会使执政党失去民心 愚蠢 另外署名自由万岁的网友 他说到 如果我们的人民教师 只会教授我们忠诚不二 唯命是从 不教育我们真善美 那么这种共产教育 不受也罢 还有这位署名叫 战苏的这位网友呢 他的看法是 政审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他的模糊边界 过与不过 行与不行 都由经手人一意决断 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空间 和模糊性 这种不确定性 给了党和政府等权力机关 迫害一切 他不喜欢人事的极权手段 和高考挂钩 更是比株连九族 更恶劣的恫吓 拿民众家人一生的前途 来做要挟 逼其就范 实在是下流至极 我想节目最后 我们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想请两位专家 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 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 在重庆福建之后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 高考政审 在经过所谓的试水之后 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来进行推动 那么我们看到 中共一边对外说 中国要更加开放 一边对内却在加紧政治审查 政审的重来 我们还能指望中共会开放吗 我想先请长平先生 一分钟时间 我想提醒的是 这个政审在中国一直都存在 现在对内强化是一个方面 但另一方面 其实中共一直在 对外扩张它的宣传阵地 那这个政审实际上 一直是也是用于国外的 对国外的这些 所谓大外宣中间 一直包含了 当然就是它的政治宣传 而它在招聘外国记者 或者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甚至商业贸易中 正是一直存在的 好的 那么吴哥先生 能不能请您做一番总结 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觉得这个事件 确实让人非常忧虑 但是我觉得也要看到 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这次引起的社会反弹 几乎是全面一致的 因为这里面 即使有一些政治派别 可能在这方面 跟中共的这些 极左的这些政策 它想配合 但实际上 这次我看他们的水平的话 甚至可能连文革当年的 内发的文革当年的 那些人都不如 实际上这个操作并不成功 所以你像现在 很少 极少有人会明确支持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伤伤力极大的工具 任何人掌握了以后 它都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这个现在社会形成这么一个共识 对这个东西 那就是坚决的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是 我们在节目最后 我们在这里呢 有几位网友呢 陆续在发进他们的评论 我或许再引用两位网友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坚一珍的这位网友呢 珍坚义的这位网友 他说 政审旗指紧紧压制受教育权 更多的是生存权 政审不合格 他会剥夺你的工作 剥夺你的言论 剥夺你的出行 到最后把你投入监狱 剥夺你的一切 甚至剥夺你的生命 直接把你肉体消灭 这就是中共对每个人的政审之路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 他再次提到政审就是绑架所有学生家长 以后不准上访 不准维权 不准违反政策 不准反对中共领导人 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吴哥先生 还有常平先生 两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和您来探讨 学运联手公运 四层相识 中共戒胜恐惧 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 我是郑宇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